乐天女孩的热舞 为112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揭开许幕 其中女孩阿布的母亲也是一位警察 她深刻体会警察工作的辛劳跟付出 特别表达敬意跟支持 同时也由张善政市长颁葬奖牌 表扬各领域的基优楷模跟资深警察人员 特别感激我们警察同仁过去很多很多年 一直以来照顾桃园 让桃园变成一个安居的城市 尤其最近几个月破获了很多案子 不管是毒品也好或是这个赌场也好 然后在路口呢也花了很多力气去照顾我们行人安全 在这个警察节快要来的这个时节上面 特别特别为了他们辛劳 也希望他们未来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 我们对他们工作上的支持 不管在这个精神上面 或是在这些投资上面 像这种科技办案等等投资上面 也会继续加大力道来支持他们的业务 其中获奖的中立分局侦查所张克文 同时也获得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 之前曾破获大麻支柱工厂高铁双十三命案的 他表示获奖很荣幸也感谢同仁的支持跟协助 感觉很荣幸啦 虽然说从事行政工作不一定是为了获奖 但是能够获奖是警职生涯最大的肯定 对很谢谢中立分局的各位长官的栽培跟指导 然后还有我们中立团队的一些合作帮忙 才让我有机会获奖 刑警工作就是很容易日夜颠倒 那常常一早就出门 然后晚晚才回家 张克文表示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铁双十三命案 连泰国当地都报很大 跨国的沟通与共同侦办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那比较印象深刻的话 应该还是去年这一件杀人案 对毕竟这件杀人案比较特别点在于说 除了发生点在台湾嘛 但是不管是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 其实他们都具有泰国籍的身份 虽然说我们他们三位涉嫌人 就是案发后就是先已经逃离台湾离境了 那我们台湾但是我们在台湾这边 还是掌握了市政就是物政 那泰国那边是掌握了人政 就是人犯那边 那经过地检署还有我们刑事局国际科 还有我们中立警方跟泰国的地检署 还有泰国的警方一起合作侦破 那这个经验是非常难得 毕竟我们比较少办理这种跨国际的案件 那就是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这样 112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99位集邮同仁 市长出了感谢警察同仁的努力 也表示会持续支持经费 让警察工作更顺利 也期许他们加强为民服务 让桃园成为宜居安全的城市 记者唯一桃园报道 好 好 好